今時今日我兒子,他說正常 一歲半之前他都說他很正常 現在他不是,還要罕見病 因為你一句說正常 一句令我兒子拖延了一年的治療 一年的治療差很遠 李媽媽這麼激動是因為她的大兒子 在一歲半之前還未學會走路 衛生局查完,說她兒子的情況是正常 但李媽媽覺得很不妥 多次要求衛生局才讓她兒子轉介到山頂醫院 她覺得家長是很小提大做 覺得小小問題很害怕 我要求他們才給我 我求求你們,你給我 我覺得兒子很有問題 在山頂醫院診治之後 確診患上罕見疾病,天使中級症 患了這種病的小朋友 基因存在缺陷,會經常笑,缺乏語言能力 李媽媽認為如果一開始有適當的治療 大兒子的情況不會像現在那麼差 睡半間小朋友不會坐,不會拿東西吃,不會走 一個基本生活治理的能力都沒有 你都可以跟我說是正常的 只是會跟我們說 你回家做訓練吧,沒問題的,正常的 大兒子在三歲多的時候已經被停止治療 好不幸,小女之後也發現有發展遲緩的情況 李媽媽就說,因為這樣在經濟方面有很大壓力 一個月,兩公婆會花了三萬五元 他們倆都花了一萬多元,還要供樓,還要吃 所以希望社工庫盡快出那個照顧 就是希望可以讓我們的小朋友有治療 事件發展到現在這樣的地步 衛生局又有什麼回應 我想特別個案,我們要去調查 才知道是否有誤診或者漏診 這個案件我們要調查才知道 大華號補充說 現在小朋友排期接受早療服務是半年時間 會尋求不同的方式,將輪候時間再縮短 上輪候時間還收拾 後故最細工庫的吸引